棒球员出身的曹佑宁因为拍摄电影卡农 对表演从陌生害羞到产生兴趣 他努力地揣摩各种角色的演出方式 透露自己还改了从小到大的习惯跟口条 个性慢热的他近期也参与不同的实境节目 喊言曾担心自己话少没有效果 但后来发现观众其实还蛮喜欢真实的反应 手拿电推帮客人里头动作流畅还能左右开工 曹佑宁到来把营业中担任小帮手 颇具专业架势 原来他高中在棒球队 同学间就会拿推刀互相帮剪头发 所以挺有手感 从小对发型就很在意 曹佑宁坦言自己是爱美一族 但拿起电推很顺手 在宠物实境节目要拿菜刀 制作人宠共食的料理 可就让他头很大 小心 你小心喔 不会就尽力学吧 对于挑战曹佑宁很愿意接受 只是讲起话慢调思理的他 个性内向慢热 正巧碰上现在实境节目夯 要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开店或旅行 他也坦言有过担心 你怕这个 我会担心说我自己可能是不是话很小 没有效果 别人会觉得你来干嘛 但后来慢慢地看了播出 会有事情 好像发现这个不是需要去担心的问题 因为现在感觉 大三蛮喜欢看到 珍惜的反应 这次小店铺这一局 不过当镜头拉到运动场上 等于来到曹佑宁的主场 他立刻展现自信光芒 除了擅长的球类 跳高 跳远等等 也绿创佳基 毕竟运动的出现 一定会被比较高的 分出在你的表现上 所以后来就是 也是很积极地在训练 最后的挨拶做事 也是因为运动员身份 意外开启演艺录 从小十四年级 就开始打棒球的曹佑宁 想不到体育人生 会在九年前转弯 迎来电影选角机会 一辈子可能就只有 这一次的机会而已 我当时是抱着这个心态 当我第一次去上表演课的时候 老师 我会给你一些情境 你现在踩在草地上去感受 马上有流水流过去 然后就看其他人 就是就在那边演 然后觉得 太害羞了吧 透过自我对话与老师协助 毫不容易克服尴尬心理 但在卡诺要饰演王牌投手 对于擅长手臂和打击的曹佑宁 又是另个魔王官 当时也确实有黑白照片 那照片出来的投手 就是非常的霸气 因为他投完球的动作 他是 他的脚 他是呈现一个折势度 自己耐力一定非常高 才有办法 做得这么漂亮 那在训练的过程中 就是有帮我做拉筋 投球的部分也有练过蛮多的 拍戏空档就在场边练头 晚上下戏继续对镜子抬腿 校正姿势 还曾为了演出手受伤的痛苦 边大量换戏 边投球导致缺氧 曹佑宁的出事提升很拼 也为他拼到了台北电影节 最佳男配角奖 以及入围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最大的体育是游戏在上表演课 我就突然就崩溃就哭了 心里面的压抑的事情 全部都放掉了 原来表演是这样的 那就我喜欢了 发自内心的惊叹与喜悦 是曹佑宁决定放下球棒 正式投入演戏的关键 我刚刚去为了出你 你明明在激活 我也很委屈好不好 只是比起演出球员相对好上手 刚要化身跟自己个性 截然不同的角色 像人际关系事务所里的张亮 活泼热心又激婆 曹佑宁就从模仿开始做起 他都会给我一些算是犯法 他会先做一次给我看 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 我有发现我好像 感觉到我化好像真的有变度 因为我以前化成有更小 斥白兔不要再比赛 斥炸风云全是赛车选手 从眼神呈现到打档的动作 更是做足功课 真的会开赛车的人 他们会开 你这个到底会不会开 前置的时候我们有去开卡丁车 然后也真的有把一台模拟 赛车模拟去搬到我家 敬业与努力让曹佑宁细约不断 包括星座中演出极剑选手 必须无替身无特效真实上阵 光前进后退等基本脚步就叼了很久 还要挑战暗黑性格 另外也接演惊悚片 搭档资深演员冯翠凡演出祖孙 曹佑宁也体验到想变成专业演员 除了赋予角色生命 还要学会拿掉自己改变习惯 慢慢累积经验的曹佑宁 甚至演而优则唱 获得电影三外篇主题曲的机会 有些人错过了才遗憾 虽然自认不会唱歌 但秉持试镜卡诺时的精神 一生可能就这一次 曹佑宁仍然勇闯录音室 至于想不想发片呢 有金主愿意 那我不会怕 演戏和主持工作满档 人气持续攀升的曹佑宁 近来更把新生代女神王靖的心也掳获了 小两口爱的大方 护晒男友与女友视角的出油照 还有相依偎的背影闪光照 陶佑宁也透露两人私下相处 跟荧幕形象很不同 镜头前面看起来一动一镜 可是其实在私底下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个性 是蛮接近的 蛮接近的 就是有时候我肚子饿 或者是什么 他会帮我叫 叫东西来 他就很怕我没有吃饱 爱情事业两得意 陶佑宁也没忘情最爱的运动 透露近年迷上高尔夫 还忍不住哀嚎 要征服小白球 怎么这么难 他球摆在那边 打不好 以前球这样飞来飞去 你都可以打 这几个月有在下场打 然后有被赶地安 他就 哦 少年了 你让这样子 爸爸再多花一点钱 给你上课 曾经话少害怕镜头 校说以前受访 记者门长头痛要写些什么 现在曹佑宁已经能自然应答 也积极尝试各种角色与突破 从球员转战演员要学的很多 他认真练也努力做 每一步都在成长中